这最近的渣男相关的消息又开始多了起来 无论是哪里发生的事情 只要是在ACJ圈子里讨论的时候 大家总喜欢把一名知名的渣男角色拖出来补刀 每当动画里有水烧开 气氛又特别恐怖的时候 大家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段熟悉的BGM 当动画里出现天台 就会有很多观众老爷表示 这是一位永远离开我们的前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没有错 他就是来自SchoolDance的一堂城成哥 今天应可介绍的就是为成哥配音的声優平川大福 瓶子的声優倒不是说有多么的波澜壮阔 但又的的确确能让人感觉到宛如清小说的标题一般戏剧性 怎么说呢 瓶子从小就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 最开始的人生愿望则是成为一名幼儿园的教师 但在某一天呢 瓶子突然就改变了这个主意 想要成为一名声優 他的理由则是 如果自己能够参演动画等 为小朋友准备节目 就能让很多的小朋友获得幸福 而且瓶子当时对自己的定位就十分的精准了 舞台去电视剧什么的通通都没有考虑 就一心要为子共享节目奉献自己 然而在97年整式出道之后 瓶子主要接到的都是海外电影的吹涕工作 之后还成为了奥兰多布鲁姆的专属配音员 直到04年担任炎酷王的主意过后 为动画配音的工作才慢慢的开始多了起来 2014年瓶子所属的事务所mediaforce 宣布破产 随后瓶子宣布自己将以个人的名义展开工作 也就是所谓的自由身声優 刚才英格我也说过了 瓶子是为了让更多的小朋友获得幸福 才决定成为一名声優的 但他参与的配音作品 其实是很多小朋友根本看不到的 Sukudase的成哥这种都还只是小意思 瓶子可是实在是配过兄弟情甚至黑暗界的作品的 如果真的用轻小说标题来概括一下的话 应该就是 明明想要在全年龄作品守护孩子们笑容的 我却在成人像大受欢迎 因为Sukudase实在是太过有名了 说到瓶子的代表角色 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家成哥 成哥的渣男属性果然是人设和剧情的安排 但瓶子的配音对他的人渣程度起到了很大的加成 瓶子也很擅长配一些温柔的角色 这种温柔的声音也进一步加强了成哥的人畜无害的伪装 但成哥的声音也不是单纯的温柔 毕竟他的骨子里还是个不负责任的人肉推土机嘛 比如在居然不是第七集而是第五集的泳装会当中 一连冷漠的成哥反而把他对肉体的欲望展现无遗 脚踏两条船的关系暴露之后 瓶子粗色的演绎了成哥各种甩锅推卸责任的嘴链 也因为瓶子过人的演绎成哥最后被世界同学被刺了一幕 才会如此的大快任性 除了成哥之外 瓶子的另一个比较知名的角色应该就是朱朱第三部里的花金月点名了 花金月的声音就比成哥成熟稳重的多了 毕竟从小就觉醒了提升一直都觉得自己不会被人理解 花金月这个角色其实也蛮复杂的 一开始作为反派出场声音里甚至还带着点邪魅 在取到肉牙之后呢声音顿时充满了正义感 只要不吃樱桃 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精神小伙儿 但虽然平时一本正经 但在制作系列名菜之一的点明周的时候 腹黑又俏皮 波波打出胖子看光的手势之后 两人就像小学生一样挥拳庆祝 瓶子在为花金月配音的时候 无论她的哪一面都充分表现了出来 最后的绿宝石水花也更让人惋惜了 话说回来成功死于西元寺世界同学的被刺 花金月也是死于提升的世界 难道天子的一生之敌就是世界吗 瓶子在兄弟情也是相当大的一号人物 不仅在某眼镜里自攻自射 从她配过的所有作品总的来看到的话 勾手比例大概是成五五开吧 瓶子的身线跨度非常大 从温柔年夏到猛男年上都能胜任 在这里应可我专门找来了他曾经在广播节目 一人四役的片段 あのすいません この後パーティーを抜け出して僕とどこかへ行きませんか ちょっと待った 彼より僕とどっかへ行きませんか 彼より僕の方が大人のエスコートができますよ ちょっと待った 彼より僕と行きませんか 僕の車で二人っきりの夜のドライブ いかがですか ちょっと待った 近くにおすすめのバーがあるんです 僕と一緒にゆっくり語り合いませんか お願いします 瞬间四种生鞋来回切換 最后配玩还不好意思的把脸遮住了 宁可我必须得说一句 瓶子也太可愛了 而且他并不会因为这些作品不能给小朋友带来幸福 就敷衍了事反而会深入的研究 有一次他就和中村優衣在广播节目中谈到该如何喘息 虽然这回话题乍一听好像臭速室友那么屌快 但其实真的是严肃的学术讨论 作为演员有时候特别是这种时候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 那么自己在为受配音的时候应该以哪种身份代入呢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配音的结果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如此哲学的问题能够考虑到这个份上 放在作品内容不谈啊 瓶子对这些作品的态度也是十分称赞的 在2020年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瓶子的身影 在1月份《异度入侵》里瓶子饰演了动画里首个被主角名条化疗说子的杀人犯 焰火师 而且还有两个国产IP作品也会有瓶子配音 一个是《猎语制作人》里的动画版的许牧 另一个就是终于开始官宣的《一人之下》第三季 瓶子将继续饰演朱葛青 除此之外 品质还会在今年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 我们可以一起期待的作品 让他听着人 无茶言 私说 念には念を入れているだけです 大丈夫か?最初からあんまり無理しなくても 心配いりません この数日間で理論は完璧に抑えましたから この前のような集体は晒しません おー 那你 他の大社に 捲捲と不法侵入するとは 随分と卑屈なことだna 何を 要する蛇の 千本桜 你也在哪有什么呢 主人在陶珠宇宇宙说的 什么 我和你同样的 今天在这里有谁也在 嗯 我都在全面的 远征实验宇宙出发的 偽善者振るなよ 看不着的现实から目を逸らしていた君子 是共犯的 一体どこからどこまでが 你写的策略 答えろ 四年前的失败を繰り返さないため そして君を失わないで勝利するための最善の策だよ そのために冬ホタルにも一役買ってもらったってわけだ